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办单位也邀请日本眼哥红星小林幸子出席 并担任观光大使 借此招然人气 小林在现场透露 今年她出道50周年公演时 一开始她都会告诉来宾们台湾的美好 尤其是311正在后 台湾民众对日本大力持援 更让她印象深刻 如今这两台宣传台湾的观光巴士即将起跑 车后还特别呈现了小林的预兆 以及她呼吁日本民众赴台湾观光的标语 预料将在先宝岛油气热潮 我想今天这样一个彩绘巴士的活动 那么也让更多日本人 那么从这个广告彩绘上面 去了解台湾的观光的进化 那我想对双方的观光客增加 都有加分的作用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陈条河指出去年台日往来人次 约377万人次 创下历史新高 未来配合台湾观光巴士图像投稿作品活动 民众还可以参加抽奖 奖品包括一组两名的台湾观光套组 台日往返机票一名 以及富士级Highland乐园入场券等